在詩篇第四篇 我們看到大衛 他 向神 去求連率 聽他的討告 那麼今天 我們看第二節 這裡在對象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這裡他說 你們者上流人 你們將我的尊榮 變為羞辱 要到什麼時候呢 你們喜愛虛妄 尋找虛假 要到什麼時候呢 在第一節 大衛 在討告裡面 主要是 跟神 那個關係 你 跟我的關係 但是在第二節 就轉移到你們 是另一幫人 而這幫人是什麼呢 他說你們者上流人 我們聽到這個上流人 如果你照現在我們的處境 這幫是 是不是一些上流社會的人 高級一點的人 但是我們看那個原文 原文的意思呢 這裡那個的上流人 其實 這個字 指到 兒子 是眾數 就是 眾多的兒子 而這個呢 就是人的意思 所以在原文那裏 其實 這裡是指到 人的 重子 不是指到什麼 社會階級啊 什麼 上等人啊 中文的翻譯是有一點點不同了 而這裡呢 特別 他講到這一幫人 其實 他們的 心態 或者想做的事 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 大衛就說 你們將我的尊榮 變為 羞辱 原本大衛 因為他本身是個王 他可以將這些詩篇 交給那些負責音樂的人 即是呢 他仍然當時應該是 繼續是在做的王 他本身有他尊榮的地位 但是 另外就有一幫人 將他本身的尊榮 就變成這個羞辱 即是 對他 是一個 不好的 一種的對待 所以他在這裡質問 要到什麼時候呢 你這幫人 要做這些事情 是要到什麼時候呢 然後呢 就說了 你們喜愛虛妄 這個虛妄這個字 其實 就指到那種的 原文的意思 就是 空虛 就是 沒有東西的 沒有價值 沒有意義的東西 但是 他們就是去尋求這些沒有價值 沒有意義的東西 也是 尋求一種的虛假 不是真實的東西 甚至乎有些是 說謊的東西 所以 這裏就是 大衛 大衛 他面對這一幫這樣的人 他發出一個質詢 到底 要到什麼時候 有時候我們都會同樣面對一些這樣的問題 我們一起同心去祷告 天父我們看到人有不同的動機 但是我們在 詩篇裏面 求神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面對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人 我們都能夠繼續倚靠仰望你 祈禱奉耶穌的名求 阿門